今天候選人都已經抽出號次了 所有的焦點幾乎都在台北市 因為沒有想到一抽 大家才驚訝的發現 台北市居然有12個參選人 史上第一次 而且最主要的候選人陳時中 偏偏就抽到12號 當然到底12號好不好 有人說總比這個抽到3號 3號是最尷尬的 你又不能比3 然後大家都會想到黃珊珊 第一時間講彎安 現在他們都有備而來 一抽出來六 六六大順 顯然都已經預言好了 那這個連黃珊珊第一時間 就立刻比出八 他們反應都很快 只有一個人比較頓 而且是非常的遲鈍 陳時中抽出12號 沒有反應 沒有手勢 好啦 到小姐把這12號 放在桌上的時候 她勉強舉出了一個手勢 這是0號嗎 還是什麼號 就是我舉了一個手 她抽的時候有喊一個口號 因為縣長收音沒有收到 也不至於完全認住 只是手勢顯然她沒有做功課 所有的候選人1到12 通通都有做功課 我問過黃珊珊問過獎外面那邊 她說有 抽到12 他們就怎麼比 怎麼比 都有沙盤推遠 陳時中 不知道是說我沒有要跟他們一樣 還是說她來不及反應 不過最後她到外面回過神來 她有說這個12號是幸運之神眷顧她 她才有抽到這麼好的號碼 但她有一個句子我不太懂 她說我名字是時中 克拉克 克拉克城 既然是時中的話 剛剛好 時中有12個時區 時中是 時區是講這個地球吧 來聽一下陳時中的說法 12號心情如何 心情非常好 代表了12個時區 那12個月 那有12區 我們台北剛好有12區 那我是時中 我是陳時中 那有12個時區 這跟我都非常有關係 你試一下昨天 就是原本沒有要自己來投票 然後結果是不是看到 其他兩位候選人都要自己來 所以才臨時更改行程 一般的行程當然都進總來安排 那我覺得親自來能夠抽到12號 也真的有幸運之神在眷顧 有想過是12號嗎 其實也號號都好號 只是這個號碼特別好 他可能真的很鎮定 從他第一時間認住的反應 真的看不出來 他有覺得幸運之神眷顧他 不過幕僚還是有作業 第一時間就拿出了 台北12區全體陳時中 那網友馬上大家開始發揮了 字十二果 十二不赦 十二紫腸 依十二鳥 十二生肖都來投 也是有比較支持他 十二生肖都來投 十二失智 十二白目 十二低人 十二暴怒 這個後面就比較有點 這個其實是有點負面 照念 這樣子不太好 那游淑慧他也是抽到12號 因為他是議員 他就打入一堆哭的符號 他說怎麼辦 但是他想出一個好說法 他說我跟陳時中一樣都十二號 代表我們是宿命的天敵 打倒陳時中票投游淑慧 淑慧有一點點尷尬了 楊明怎麼看 其實這個號次 就是你看十二個人參選 就十二分之一的機會 而且今天其實我覺得 我跟你講今天最最妙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上去抽籤被叫號 他沒有到現場 工作人員一抽一號就抽走了 就第一個就把一號抽走 然後陳時中 那憲章不是有點可惜 現場就沒有抽到千萬 就會有一股這個嘆氣聲 大家覺得一號是千萬 結果接著 第二個叫到號碼 就是陳時中 然後陳時中上來 然後他想說應該 我覺得這是因為他第一次抽籤 他也沒有太多的什麼 一般上去都會喊一個什麼 精神口號振奮一下 然後再去抽 他也沒有 他就這樣 就沉默的把他抽出來 然後就傻傻看著那個對方 十二號這樣子 就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個順口六 對 然後他也沒有去喊什麼的 現場我記得他有喊 只是都沒有收到音 現場聽說台下有一些人 有零零星星有喊 對 但是不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十二號這個號碼 確實比較陌生 台北市長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的這個號碼 因為我們膽子很大做了一個模擬 故意做的沒有很像 我們是把上一次台北市長的選舉 把他一直複製複製 上一次是五個人 我們就把他做到十二格 為什麼要做得不像 因為太像會違法 所以我們做得不太像 只是讓大家想像一下 十二個人大概長什麼樣 有人講說 那要翻到哪邊才會找到 找到最後一號 十二號如果在這邊 六號在這邊 八號在這邊 但有人講說不錯 反正你就到最後面蓋下去就對了 這好像是有好有壞了 楊明怎麼看 還有一個事情是陳時中昨天為什麼 本來沒有安排要去抽 臨時便去抽 對 我先講選票 其實選票上面都有照片 有名字 以前號碼的這個代號的用意 是讓你好記 但是現在其實老實說 如果今天是候選人非常多 比如說有二十個 三十個 那你記一個號碼比較方便 可是如果今天直選 比如說大家知道陳時中 有黃三三 有蔣萬 他會找那個名字 找照片 那其實號碼就是輔助而已 就沒有那麼大的那個 而且早年 早年的文盲比較多 他看不懂事 而且早年的選票上面沒有印照片 他就只有名字跟號次 所以常常會有人蓋錯 過去用號碼記是比較好記 那號碼真的滿重要的 因為那個調查 我們交叉的分析 就是美麗島的學歷越低的 就比較會挺陳時中 對 沒有 當然這個我覺得好記很重要 那十二號我還會想到什麼你知道嗎 十二億的新竹棒球場 也是跟十二有關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是幽默 但是你剛剛講到陳時中為什麼要臨時 我今天早上我訪問這個一些議員參選 他們也是說對 昨天晚上很深夜的時候 才突然通知他們說陳時中要親自去 所以會要邀請這個議員參選人一起到這個選委會 一直要照續 當然是因為看到黃三三 看到蔣萬安都是親自出席 就本來他們可能覺得就吳思瑤或競選總幹事去代抽就好了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結果沒想到別人都是主帥親自出 那不能 那如果今天別人獨訪都是蔣萬安黃三三 我們剩下一個吳思瑤這樣不行 所以就要親自出來 我覺得這個平衡的概念比較重要 難怪 因為主帥出就挑到蛇好了 這沒話說 怪不得別人 另外一個事情我要請教兵哥了 今天有一個最新的發展 周玉康在昨天的時候他呼籲 打了高端的人到日本要做PC要花3500到4500 那高端你最可以握手 你應該要陪我們這個3500 3500應該你要幫我們出 大家覺得不可能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沒有想到王必勝 指揮中心指揮官居然說 高端正在往這個方向來演繹 意思就是高端要幫人家做PC 結果後來記者去問高端 高端說 我們目前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很錯愕 他拒絕回應 有的也講說高端再怎麼作惡多端 我聽說大家對高端重視有非常多的不滿 但問題是如果高端沒有做出這個決策 王必勝顯然是還沒有跟高端溝通 就直接宣布這一個方向 這也真的蠻離譜的 等於說你是霸完硬上空 然後周一扣在旁邊推屁股 兵哥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做法 因為誰給他EUA了 是你防疫指揮中心跟你食藥署 所以責任在誰身上 其實是在政府身上不是在高端身上 高端只是個廠商 雖然他有拿政府的補助 但是不管從合約面來看 或是從雙方合作的關係來看 你沒有權力要求他做這件事情 我講實在話 這個東西公歸公 私歸私人 可是你可不可以 用私下拜託的方式 跟他廠商取得協議 請他幫這個忙 可以 但你好歹要先跟人家協商 哪有問都不問 講都不講 我就先跟媒體講 叫他推下去 哪有這種事會不會太離譜 那假設高端比較雄一點 直接說沒這回事 王必勝亂講 那怎麼辦 我覺得他拒絕回應 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因為其實說真的 高端現在有四五孔你知道 因為反正EVA到月體 就被你收回去 他哪有差 他已經結束了 他也沒有新的產品要賣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但是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怪高端 包括我們褲褲姐都怪高端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最大的責任其實不在高端身上 是政府的問題 因為政府做了錯誤的決策 才造成今天的後果 所以這個責任是政府要負擔的 但是很可惜的 政府負擔是誰負擔 就是我跟你負擔 就是這樣 其實到最後的結果 最倒楣的還是我們而已 亞敏我請教一個事情 這個可能你比較瞭解 三立昨天公佈了一個民調 跟所有的民調都不一樣 陳時中不是吊車尾了 陳時中在三立的民調 變成了第一名 非常不簡單 然後我們周一扣說 終於有最真實的民調出來了 但是現在被大家發現 有好多的弔詭的地方 包括三立第一時間公佈出來說 他們是委託山水民調 可是後來這篇就下架了 再出來的時候 已經變成是委託議事行銷 然後我們去議事行銷的官網裡面 去查 查看有沒有最新消息 結果它上面寫說 這是第一則最新消息的標題 最新消息的內容在這裡 這是第二則最新消息的標題 最新消息的內容在這裡 就是感覺好像假的 可是他又有他們民調中心的照片 看起來應該是真的 而且他說已經成立了好一段時間 可是看起來就是有一點詭異 另外一個 昨天有第一波電視聲量調查出來 裡面有很多學者參與 那他的這個基本調查出來 說陳時中的報導的新聞 則數是最多的 但是他正面新聞89則 負面新聞45則 那蔣萬恩正面是71則 負面34則 這個數字對嗎 我怎麼記得他的負面新聞是比較多 副控幫我查一下這個數據 應該沒有錯 負面是陳時中最高 對 但是這個 你是說如果以負面來講 他是最高 但是正面還是比較多 正面還是比較多 好 那四星大學的教授林嘉欣 他以前是我們的同業 他有一個觀念 他說只要電視播得越多 譬如說陳時中的新聞越多 那他的支持度就會越高 因為大家一直看到他 支持度可能就會跟著高 因為這一個說法跟我們一般的印象 是截然不同 那今天還有包括一件事情 陳時中抽籤的時候 還被那個波波牙醫 他們這些團體 把他直接嗆聲 包括牙醫的教授林約敏 他就說 因為他們希望管控外國學歷牙醫師 實習的人數要保障本土醫師 聽起來很有道理 只是因為我們民進黨立委 他們的小孩 就是所謂的波波牙醫 所以他們不願意去改這個事情 擺明的就是為了權貴的小孩 結果陳時中在9月25號 人家波波牙醫要去找他 跟他陳情的時候 他從後門進去 連見你都不願意見你 這種人當上市長是什麼樣子 又違規官家那麼大 不願意接受人家陳情 還沒當上就這樣 當上是怎麼樣 那人家講完還直接從正門去 接受陳情 而且還簽名 還參加他們的簽署 雅明怎麼看 我先講這個民調 當然我覺得友台的這份民調 他過去 他前幾個月委託的機構 是三水民調 這一次突然換公司了 三水不是一直跟他們 合作的不錯嗎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當然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這一次他單純是記者 我覺得是寫稿的記者 過去的那個舊稿 我們常常會把以前的舊稿 因為他就以為說 都是委託固定的 那我其實我才查了一下 他原始的是這樣 他是先說本民調委託三水民調 後面又寫說 這個異世界行銷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他兩個都有寫 所以他必須要去做一個修正 所以他第一時間 他的新聞稿裡面有錯 所以後來下架又重新上架 這是可以理解 但是你知道這一次 這一次就是有一群學者 其實也沒有分什麼藍綠 他們就跨這個跨校 組成一個叫做民調透明的一個計畫 就是所有民調出來 他們會去用這個透明度來評分 他不是說你準不準 但是會說你揭露的這個 這個比如說樣本數 這個研究方法 這些有沒有比較值得參考 那這一份民調得到這個滿分35分 得到9分 然後他們用五顆星來評比 這是屬於兩顆星的民調 透明度最差 星級是最低的 說陳時中贏 所以這個沒有 這個跟準不準確沒有關聯 但是從學者的角度說 這份民調他的資料提供的數據 不夠透明 那像TPBS民調 在同樣這個學者的這個組織 是評到四顆星 四顆星 對 那35分裡面 他拿到27分 那還有更高的嗎 有有有 曾經有過 有這個拿到 將近五顆星 大概是三十分左右的 但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大概我目前最近 大概最高我看到的就是四顆星 就TPBS還有美麗島民調 這些都是屬於這個 這個四顆星的民調 所以他主要是要講說 比如說樣本數的揭露 像這個他就沒有太多的交叉分析 你就只看到誰領先 誰怎麼樣 可是即便是三例做出來 是陳時中領先的民調 都有一件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陳時中的 負面評價超過四成 那就變成一個台北共識 所有民調都是 對陳時中的負面評價是最高的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 這也就是這份民調最吊詭的 陳時中那麼高 結果支持度那麼高 所以我說這個 當然我覺得有他的一些 這個操作的痕跡在裡面 但沒關係 因為這家這個媒體 他過去的民調是以這個 不准出名的 好 那當然你講這個電視曝光 我覺得關鍵是什麼 第一個是現在台灣 用電視收看這個政治訊息的比例 可能沒有過去那麼多 然後第二個是現在電視媒體的這個立場 也許多數他沒有所謂的固定的一個 比如說我就是支持藍或支持率 也許他可能都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要說什麼曝光率高 就等於支持度高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直接連結很弱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首都選戰 他的曝光率確實是高的 就是相對來講全台灣最聚焦的就是首都 那如果今天你候選人相對來講你正面新聞多 正面的評價的報導多 那理論上你會得到比較高的支持 而陳時中的關鍵還是那個仇恨值偏高 我剛剛會比較訝異說想要跟製作單位 再確認一下是因為 陳時中怎麼會有正面的新聞 都正面新聞不少 是因為現在九台裡面八台都是綠的關係嗎 是因為這個結構的關係嗎 正面新聞居然這麼多 那賓國我要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11月5號台北市長就要電視辯論會了 那現在有些報導就開始出來 陳時中找四個人幫他做辯論的老師 管碧玲 吳玉琴 范雲 洪生漢 我一看到范雲 我的媽呀 很多台北人都覺得他是台北的罪人 3加11 甚至可能是全台的罪人 這樣要當陳時中他的所謂辯論的老師 那我們看到這個黃珊珊他說要找吳昆玉 宋楚瑜以前知名的文膽 包括蔣萬他說是要下禮拜 下禮拜開始每一天都要上課 要趕快要上一些課程 你怎麼看 我覺得辯論恐怕對陳時中 相對是比較吃虧的為什麼 因為他的對手兩個都是律師 但是律師 可是蔣萬的律師口才沒那麼明顯 其實律師因為律師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刑案律師 每一個人專精的律師的 他打的法不一樣 所以蔣萬我記得好像他比較偏商業法 他是財經方面的 對 財經商業這方面 他就比較沒有那種犀利的口才 對 好像比較不是那種辯論 非常口若懸河那一型的 但是蔣萬口才其實也沒有很差 只是說他的臨場反應 要看他快不快 那陳時中我覺得他 他找的人說真的滿奇怪的 為什麼 你說范昀 范昀我覺得還好 因為為什麼雖然范昀本身 范昀是這四個人口才相對算好的 對 因為范昀本人口才其實沒有很差 而且他過去他人家也是台大的教授 而且他過去常常在社會運動 所以他可能相對在辯論上相對比較有經驗 請問一下洪森漢跟吳玉琴 你們兩個連選舉都是選部分區而已 你們連真正參與選舉的活動都很少 請問一下你怎麼樣提供你的經驗給陳時中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也不太懂 對啊 所以你說找管媽來帶 管媽至少選舉經驗豐富 所以我其實強烈建議陳時中應該找誰你知道 找亮哥啊 亮哥喔 亮哥以前專門就當教授 我以為是找焦糖 小伙 焦糖四叉貓 找焦糖不要了 我覺得他應該要找郭正亮 因為郭正亮以前在民進黨內部 就是當假想敵中隊 他就是專門負責扮演藍軍的角色 然後去結問對方 然後看你要怎麼回應 我覺得這才是對證下藥 那不然的話 據我所知 目前我們光以檯面上來看的話 黃珊珊的口才是最犀利 那如果你找的 都是這種比較軟軟的 這種洪生汗 吳玉琴這種 我覺得陳時中到時候可能會吃虧 不過我在想說 陳時中可能不想要看到阿亮 他們也訂閱 而且還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